秒开有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's World。都知道,每一年季后赛,NBA,都会带生许多的经典,同样的,每一年季后赛,也总有一些球员,会留下自己的传奇,时间回到三年前,2019年的季后赛,那个留下传奇的人,无疑是伦纳德。 我们先从背景说起,2018年季后赛,常规赛战绩东部第一的猛龙,四轮遭到骑士的下课上,而且,还是横扫出局。猛龙的出局,让猛龙总经理乌杰里,下定了决心,要改变球队,他先是炒掉最佳教练海西,然后,又将德鲁赞,交易到马次,从而得到伦纳德。 在当时,无解里的这一决定,遭到了很多球迷质疑,因为德鲁赞,是猛龙的多年核心,多次表态,愿意留在多伦多,反观伦纳德,他确实很强,但也有伤在身,前一个赛季,制打了九场比赛,而且和马次,还矛盾不断。 当然,从最终结果上看,这笔交易,为猛龙带来了挂军,但是,这里要说的是,交易刚发生时,真正看好猛龙夺冠的,其实并不多。 常规赛开始后,伦纳德,虽然打打停停,但也为猛龙,出战了60场比赛,并且,场均可以拿到26.6分7.3篮板,3.3助攻,入选全明星首发,和最佳阵容二阵,猛龙常规赛,取得了58胜24步的战绩,排在东部第二。 那一年,东部最被看好的球队是熊路,字母哥带领熊路,取得了60胜,并且生涯帝。